童話 啊,心底拌張槌 青青 豬記,嘴明了 常常新書,納稿吹哭 永古,吞唱出來 有免舊,吞路後 啊,朋友,當嘴玩笑 如露了 我弄唱唱歌好 愛真是 沒聽陷沒搞笑笑笑過頭 大家午安大家好 太高好我是小編 小編帶大家來哪裡 這也是我們的鴛鴦湖 湖壽山農場的鴛鴦湖 可以看到現在的鴛鴦湖真的是 春意盎然 高雄天氣很差 高雄早上應該是好天氣 我們浮沃山農場 早上的時候清晨的時候 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那個打雷尖暴風雨 結果下午現在出裡頭 你看我們的雨也被嚇到 現在都浮上來表面 沒那麼大隻這種都是淡堆的齁 各位我們現在天氣是藍天白雲齁 然後還有綠油油的這些 春天春意盎然的齁 真的是這個是 人家說春天後有臉 然後就是這種感覺 一下子天氣就變壞 然後一下子天氣又那麼好 搞不好等一下又要狂風暴雨齁 真的 所以趁著齁趁著 中間這個好天氣的空檔 小便出來散步一下齁 陪大家散步一下 看一下現在我們的陰陽湖 因為我的穩定器齁 還是秀斗中齁 所以用手拿的會比較晃啊 大家就說小一點齁 說小一點看就好 不要放大看 哈哈哈哈 來現在杜鵑花再開 我們杜鵑花農場有幾種杜鵑花 現在看到的這些都是觀賞品種 就是人 你在士林官邸啊 或者是到陽明山看到那種 觀賞的杜鵑花就是這種的 那然後其他的還有什麼 現在我們松樹也在開花 好啦我 我只是好天氣出來曬太陽 哪老花啊 哈哈 對啦 那曬曬太陽今天禮拜六呢 農場 農場沒什麼人呢 哈哈哈哈 說沒什麼人 其實中午的時候還 還有一陣子吃飯的人潮啊 不過大家可能齁 今天好像又是三千多例齁 大家還是怕怕齁 比較沒有 不敢出門遊玩啊 那一樣如果身體 身體有什麼發燒啊 或者喉嚨痛啊 的人可以齁 也千萬不要出來齁 而且要趕快去做快篩 不過聽說快篩是用買沒有啊 啊 哎這就是現在的鴛鴦湖啊 農場農場的兩南美 農場畢竟是觀光齁 觀光齁 那你要你要把遊客距千里之外 也不是啊 要要要要要叫大家趕快上來看嘛 不是啊 所以就小編來分享吧 哈哈哈哈 啊 歡臉跟歡叔一樣快 不然很多惡媽媽會不會心 哦對啦 小編改進齁 嘿嘿嘿嘿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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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齁就跟 就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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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呵呵 就跟翻書一樣快齁 本來想說跟女朋友翻臉的速度一樣快 好像也不能這樣講 呵呵呵 好 這是海域 海域現在農場的海域現在也是 大塊齁 正在大開當中 真的是 欸那白色配這個綠色 真的很很雅氣齁 看起來眼睛就很舒服啦 好像直播的畫質沒有辦法很好齁 那就大家就是把它縮小一點齁 因為我都是用橫的橫的橫的直播 大家用手機看的話 會比較比較方便看 方便看嗎 直的比較方便看嗎 嗯 可是直的畫質又不好了 就是小小的這樣子 畫質 畫質不好也可以看的感覺不錯 很舒服 欸這個 威風輕輕的吹過來 啊 蜘蛛都要閉起來 好舒服的天氣 欸我們的海域很大朵喔 很大朵啊 啊早上的 早上的 雨真的是太大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雨桑齁 就是 它花朵呈現這樣半透明這樣子齁 這個就是雨桑 被雨打爛的啊 你看這早上雨有下的多大 嗯 很滿 現在是盛開期 大概到五月份 三月到五月都是我們農場的海域 賞花期 另外就是九月十月齁 九月十月 十月 十月也會有 但是不多 就是春秋兩個季節啊 春秋兩個季節就是賞海域 對我們海域有兩期 一年兩期 這個就是職業風啊 職業風 原本的那個黃色的部分 已經全部都轉為綠色了齁 很快 大概就是清明前 清明後 然後一直大概就四月 四月的上旬和四月的中旬 是我們春天的枫葉很漂亮很繽紛的時候 然後到了下旬之後 嗯 葉子的都大概都長大了 都成長穩定了齁 它的綠色就會變成比較深綠色齁 所以人家說夏天的山林是鬱鬱鬆 鬱鬱鬱鬱鬱鬱鬱 鬱鬱鬱鬱 就是比較深的綠色 就是那種鬱鬱鬱鬱鬱的感覺齁 然後春天的綠就是新綠齁 就是那個黃綠色齁 萌萌的齁 萌綠 哎呦 感覺要變天了呢 請問小編六月有花賞嗎 有啊 六月份的話齁 然後我們 我們的草花 草花的部分大概就是 魚美人 魯冰花 然後還有像一些釣中花 釣中柳 然後金魚草的 草花的部分盛開 那六月下旬 我們的露營區的貿易局 就開始綻放了齁 六月下旬七月初 露營區的貿易局很漂亮 如果不知道貿易局長什麼樣子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臉書 的相簿 或者是官網應該也有齁 來我來 帶一下楓葉的角度 現在楓葉就是這樣子 就是 它紫葉楓嘛 紫葉楓就是 它成熟的時候 葉子會看起來像紫色的 其實說紫色比較像 朱竿色就是暗紅色 那是因為它的花青樹 和葉綠樹都非常的 葉綠樹少一點 但是它花青樹很濃 濃厚 就會形成像一個咖啡色紫色的 顏色 嗯很放鬆 我的眼睛都快要閉起來了 哇 有沒有看到前面的兩個椅子 啊 要來看一下 哎 後面有客人 怕什麼 找一個角度 這個海域 海域如果這樣子仰拍 我覺得也蠻漂亮的 然後像這樣背景 找一個比較深的背景 然後把海域的花襯托出來 哎 哦 有人散步散到要睡去的嗎 聽這個 天氣真的很舒服 啊 嗯 山下像已經感覺像夏天了 夏天 的溫度了 拍一下客人走下來 嗯 今天 今天禮拜六啊 畢竟是周 周末是假日 還是會有一點人 真的沒有人 我們也是會 喝西北風 一樣提醒大家就是 哦 雖然我們拍照啊 什麼在高山的話是 可以允許不戴口罩 但是還是建議大家 口罩戴著 我們看轉 哦 陪大家走一走 應該說大家陪我走一走啊 哇 哈哈 哎 動一動 呼吸一下農場的分多金 哦 很舒服哦 這個這個 尤其是夏天的 那個 吃飽的時候 中午吃飽的時候 你來散步到鴛鴛湖 哦 那個風如果再輕輕的吹一下 齁 真的是好好睡的 哈哈哈哈 嗯 然後現在 鴛鴛湖就是這樣綠油油的 整片綠油油的 整片綠油油的 嗯 嗯 我們農場的修求花 大概要到六月份 齁 大部分的 修求花大概就是這個時候 好像 陽明山啊 山林溪啊 大概這時候正 修求花正漂亮 四月下旬 然後武林農場的話 大概是下個月五月份 那我們 胡壽山農場齁 一樣就是 我們的花都比人家愛睡覺齁 我們的 修求花要到六月 啊這個 薔薇 很美齁 這薔薇很美 薔薇花 薔薇花 它比較像藤齁 它可以長很長 跟玫瑰有小瓜不一樣 好像叫什麼 三薔薇是不是 這個我就沒有很熟悉啊 然後上面這個 白羊木 白羊木 現在 葉子也開始 成熟了齁 很漂亮的 新綠的顏色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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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旁邊這個 環湖步道如火如荼 進行當中 欸這個角度還不錯呢 嘖 鴛鴦湖經典角度 啊這啦 . 有沒有看到黑黑的 哇 欸喔 雞崩布會 起來哦 看得到這個 會有密集恐懼症 哈哈哈哈 哈哈 不曉得它有沒有看清楚 哇 腰 滿滿的 猜看看是什麼 全部都是蝌蚪齁 全部都是蝌蚪 滿滿的蝌蚪齁 小編很喜歡拍這個 你的霸必爾 霸必爾 來啊來啊上來就有啊 這個白羊木 然後直夜風 對滿滿的蝌蚪 蝌蚪都是蠢蠢的 有時候夏天那個蠢蠢 晚上會帶你跳來跳去 有時候晚上因為我們的燈是 比較做暗化 就是比較想要做星空 星空的 暗空的感覺 所以我們燈沒那麼亮 有時候走在戶外 晚上走來鴛鴦湖齁 有時候不小心踩到那個啾雞 哎呦 那個感覺喔 雞毛皮都一樣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來小編很愛的龍貓隧道 你看還有藍天 很舒服啊真的很舒服 白走不膩 常常就是走這一段而已 其實這一段就是 我們上面的辦公室要走下去 下面的辦公室有時候會走這邊 來帶大家逛一下龍貓隧道 這邊就是綠油油啊 尤其夏天的時候好像 看過去就是綠色的隧道這樣子 很舒服這樣子 走到這個靈印之下 你看這個上禮拜還是五彩繽紛喔 上禮拜還是五彩繽紛 現在 現在的話 就是開始 他葉子就會變成綠色的齁 穩定下來就會變成綠色 來這個山坡 這個山坡上都是我們的繡球花 繡球花 我們的繡球花要到六月 現在還是綠油油 剛開始在冒嫩芽而已 對喔 晚上的話 那個 那個 因為殘除的數量真的有點怕人齁 錄影區也是 我們錄影區也是很多珠奇 都是那個盤古殘除 那有時候路上路上的齁 就會就會變成 青蛙貼紙 珠奇貼紙 殘除貼紙 那有時候那個狗狗會 不會去吃那個殘除齁 吃完就口吐白沫 殘除有毒啊 所以啊 不要帶寵物上山喔 山上四面危機啊 來 走上去就是 鴛鴦湖的入口處啊 那邊 鴛鴦湖有兩個紫藤花 紫藤花 呃 不多 我們紫藤真的不多 但是還蠻好拍的 等一下過去拍給大家看 就知道為什麼蠻好拍的 因為比較 比較 親近齁 就是 比較 比較 沒有很高 說沒有很高 其實他也蠻高的 來請問小編 端午節 上農場可以欣賞到什麼花 端午節什麼時候 六月 六月初的樣子 端午節前後市農場在採茶的時間 那一樣六月初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的草花 就是 我們的 漁美人花 魯賓花 然後 金魚草 釣中柳 之類的 齁 那些小姐姐那些木 哈哈哈哈 來 這個紫藤花 花棚是鴛湖入口處的 另外一個就是在我們的廣場那邊 鴛湖廣場那邊 嗯 對 現在葉子都出來了 齁 就是 差不多啊 我們的紫藤花大概就是四月中旬 齁四月中旬 那現在四月底了齁 他其實 陸續的開 也在陸續的掉了齁 好啦 用紫藤跟大家說 拜拜 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假期 那農場其實也很舒服啦 那 如果有出來農場或者是到山林這樣子走走的齁 呃 建議啦小便建議還是建議做好 社交距離和戴口罩 然後固定的清宵齁 自己的消毒 齁 洗手啊 飯前洗手啊 這些都很基本的齁 相信大家在這個後疫情時代齁 就是這樣子啦齁 祝大家有個美好一天 大家 拜拜啦 啊 如果有感冒症狀的就就乖乖大家家裡面休息齁 拜拜